FM2200 漁夫社群电台 来喔 这个人家要喝 这个人家要喝 这个人家说到这个开餐厅 这个我很有研究 但是有的开成功 开得很成功 有的开得倒下去 不过在开餐厅的时候 我想到 那个时候我在看 很多人坐在餐厅那里 吃猪蜜 你看到一对男女 站在一起 现在男的跟女的 很认真在那里说话 那两个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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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很多人不要去餐廳吃個飯 有時候你會去一些很有名人開的餐廳 有的生意很好 有的生意很壞 譬如我的餐廳有的生意很好 有的生意吃壞 所以說到底這個名人來開餐廳是不是 因為我們的名字很響亮 然後就可以可以讓我的餐廳生意更好 這不一定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酸痰 這名人是開餐廳開得很久 所有的餐廳大家都來報了 所以不用去餐廳去訂什麼公園不用什麼 阿嬤上就很多人知道我開一間餐廳 但是他會來不來不來不知 所以名人來開餐廳 他就確實說你名氣好 名氣好但是沒有保證公理的東西就好吃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叫李敏蘭 李敏蘭跟這個愛偉 他們兩個都是開餐廳 李敏蘭用很多心理 他自己為了要移開的是日本料理石的 當然我不能做公園 他自己去到日本的時候 就專門的 是差不多兩千幾點的餐廳 那麼這兩千幾點的餐廳 開餐廳之後 他就按照這個完全是日本社的 有做派出售 有做日本的電話鏡 有露餅廳 裡面還有一個 他叫木槳燒 木槳燒的這種日本料理非常特殊 但是他不然說他做得很爛 最近說在重新整修 但是對他來說 要開一間很好的日本餐廳 對他來說 他是他的人生 一定要有好法做的 另外這個愛偉也很深刻 這個愛偉他在開餐廳 是算說 比較多會性的人 來晚上的時候 看那個氣氛很好 就在那裡喝熱水 在那裡做這個休閒的活動 但是呢 愛偉他開了 他說原來啊 每一個人都叫開餐廳 是比較簡單的事情 所以很多這個藝人 想說開餐廳是簡單的事情 所以就開一堆 開到一堆到買了 開的時候 他發現說 沒有 雖然耶 開餐廳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真的下去開之後 才知道是真的困難的事情 真的要做專業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請來李敏蘭跟愛偉來 我就跟他打 我說你們 就找好餐廳 自己走去這裡就好 那時候就要自己開一間 但是不然 他說這是各人的希望 要把他需要好好做好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這個 李敏蘭他沒有要跟他 有過一句話說 做什麼事要專業 做餐廳就是要專業 那麼愛偉他又說 他說像他有名人 名人就要後面 有所有很好的專業經理人 那麼可以來做會經營 但是呢 不管你是做藝人 還是做開餐廳的老闆 一樣 專業最重要 要怎麼專業 我們今天呢 特別就請到他們兩位 來跟我們作為談 說要怎麼樣 好好的 為這個開餐廳來誤出 就是說 人做事 每一項事要認真 要讓我們開教堅 再來 要讓我們開教堅 再來開教堅 這是非常重要 好來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給你們再回來等 我們可以吃一下艾瑋的 這艾瑋帶來的鴨胸 不能這樣講 不能這樣講 把艾瑋的鴨胸腿給吃掉了 有人說我吃你的雞腿 好 所以喝點酒吧 這艾瑋帶來的 艾瑋帶來的 艾瑋 他的招牌 艾瑋 本日本是叫艾瑋 還是就是 隨意 就是隨意 台灣人叫艾瑋 叫拼命 差很多 這不一樣 不過這個我們知道艾瑋 你這個 會開這個餐廳 我想很多藝人 奇怪 結果就是說他們後來就是 比如說張飛開個比佛麗山莊 那兩位也都開了一個餐廳 那你為什麼會去想要開餐廳 我想 主要說我只懂這個吧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讀的是電腦 電子計算機 那我離開學校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 真的我從來沒有碰過這個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 每天都在接觸吃的東西 OK 每天都在接觸 一天可能接觸兩次 三次四次 五次不等 我覺得 吃對我們藝人來講 我覺得好像比較容易 其實一旦你涉入這個行業之後 你才知道 吃是最難的行業 最辛苦的行業 一任最薄的行業 所以經營起來比較困難 對 很多人 幾十年沒賺錢 沒風險 沒風險 這種純粹這種興趣 對不對 我講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絕對最簡單 剛剛人都覺得很簡單 結果它是最難的 對 拿我來講 我就突然覺得 因為我一直 當藝人其實是很率性的 我覺得我要開了就開了 就這樣 沒有什麼理由 然後就全身投入 全身去做 然後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是一個作品在那邊做 你知道嗎 然後就把它做好了就這樣 是 是這樣 不過我去你的店的時候 發現就是說 藝人的這個 很多藝人開的店 很注重這種表演的味道 比如說像你看這個 艾瑋他的這個店裡面 像艾瑋你的店裡面 也有很多這種表演的這種 比如說你會有個BANG 甚至你的人的訓練什麼 你都會有一個表演 是不是跟表演師有一點關係 想表演嘛 愛憲 就是希望說自己的表現 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 去的人很爽有沒有 自己很爽 你知道嗎 不過像那樣艾瑋你在 你在你的店裡面訓練員工 有給他們這種 像你自己在設計這個店的 整個氣氛裡面 你自己有沒有 你自己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你想要把它呈現出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餐廳 我覺得就是說 一個人在進行一個行業 就是這個行業的時候 比方我做這樣的產品的時候 每個人都知道 有一個訴求的對象 那市場的訴求是很重要 比如說我覺得我要走 年輕人路線 我要走白領階級 我要走女孩子 我要走什麼什麼 我當初設計這個店的時候 主要訴求就是希望 給一個白領階級的人 白領階級的人 對 上班族的人 中年人 像我們中年人 能夠有個地方 你是中年人 我算中年人 超過35歲以上都是中年人 那能夠在這個 有一個很安詳的地方 可以安安靜地吃飯 安安靜地聽音樂 不要被旁人給吵雜到 是 所以當初我設計這個 訴求的對象 主要是針對 差不多25歲到45歲的人 那表現在你的這個店裡面 的氣氛是怎麼樣 我的氣氛是因為 我希望讓人家進來 會有一點神秘的感覺 神秘的感覺 神秘的感覺 然後神秘之間又帶來 很熱情 我希望說你進來 會覺得說我這個店很熱情 而且很神秘 所以我的主色系呢是紅色 我的副色系是黑色 那黑色的話就看見很神秘 很頹廢 那紅色會看見很溫暖 另外我還有一個副色系是寶藍色 寶藍色 寶藍色會讓你冷靜 因為你看紅的看太多以後呢 你會覺得很很熱 偶爾你看到藍色 可以讓你的溫度降低下來 是 所以我主要兩個主色系 一個主色系是紅色 副色系是黑色跟寶藍色 不過我看你那裡的氣氛是 非常的熱鬧啊 還是 但是不是你講的這樣子 就是要靜靜的聽音樂 反而是每個人就是 來啦乾啦 有嗎 偶爾會有這樣的客人 對 可是這種客人 像我爬著台上去唱歌 就是他是這樣 不過你的氣氛 會是比較屬於這個 你講的沒有錯了 屬於這種上班族的人 到那邊去的時候 當然他也會有喝的 差不多的時候 會有快樂 會有高興興 所以偶爾給他看看紅的 偶爾給他看看寶藍色的 是 所以這個餐廳 是不是一個表演的事業 你看啊 對 表現的事業 表現的事業 對 比方說 我 從開這個餐廳啊 因為我一直蠻喜歡日本 我開這個餐廳 到後來 我是一直考察 一直研究 我後來發現日本 一千年的文化 在我現在感覺到 啊你娘娘有沒有 我從這個開餐廳 這個過程當中 我把日本的文化 做了一個了解 嗯 所以你自己就開始去學習 像這種的 嗯 這個是 這個是在台灣 我看不到的 我唯一只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羅巴大雅基 羅巴大雅基是 他 這個以前相傳是在日本 說是說那種 大戶人家 他自己私人的 私人的一個 一個招待所 嗯 他有貴客到了以後 他私人的這個 這個 廚師出來 到現場 私人做東西給你吃 然後才來 嚷惑有沒有 是那種 你讓你自己感覺到 哇 你腿比較像樣 有夠大腿 對 所以說 能夠到我店裡面去 自己覺得自己很大 自己覺得自己很enjoy的 是 大概 漁夫算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店裡面的一個標的 那個 漁夫一進我們店 那一講 漁夫到 一拉下巴西一進去 大概 別人大概 一個人要服務 四桌 他是六個人服務他一桌 因為 他喜歡我這家店嘛 相對的人都是互動的 我這家店就喜歡他 可是 像漁夫這種人 能夠有這種高sense的人 在台北市大概不多 哈哈 所以說 我蠻 蠻 今天你訪問我 正好是時候 我現在正在整修嘛 對 整修我把 你剛剛給大家看的 羅巴大亞給那個 木槳燒啊 把它改掉了 把它改掉了 為什麼 改成一般的 日本式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卡巴里台那種 板前那種 對對對 為什麼原因 因為台灣人吃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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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沒有去趕 就是沒有辦法 變成很普及 這個 吃日本料理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要坐在那個 你剛剛講的那個板 他們有一個叫板前樣 就是板前的這位先生 他要出來切給你吃的時候 你要坐在他前面 然後你要跟他談 你跟他談 他覺得你這個人專業 老饕 你能吃 他才會把他所有的私房 帶給他出來 所以這個不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你現在感到這樣 但是你這樣 本來原來的這個樣子 你整個有這種設計 那種感覺又不一樣 它是整個的是一個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曾經在這個 華盛頓吃個海鮮 那那個人來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所有的海鮮 編成一個繞口令 那等到他練完的時候 你就很想說 那乾脆我就小費給你好了 我就覺得很爽啊 這一部分 我就已經高興起來了 所以表演的事業 這個 我是一直覺得餐廳的事業 是一種表演的事業 真的 你說愛偉那邊 他哪怕這邊一棵樹 有沒有 那邊一個畫 其實都是表演嘛 是 你說不僅道具 燈光服裝 你這邊幾乎 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嘛 應該你這個理論是對的 不過我現在的想法裡面 就是像藝人來開餐廳 會不會變成就是說 因為 人家一知道說 比如說是愛偉開的 是李敏良開的 人家到這個店的時候 就是愛偉就要找你 愛李敏良就要找你 那這個時候 你們常常會 會不會喝得很痛苦 這個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初期在慶營這個店的時候 我覺得 我相信我跟你大哥都一樣 都會很純心的投入 可是到了三個月以後 我就不知道我跟你兩個 一不一樣 我就會 把我跟這個店 劃分很清楚 我並不會 就是說 經常地在我店裡面出現 是 所以出現也是滿晚的 那我的客人來講呢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現在的客人 跟以前的客人好像不太一樣 我的客人裡面 好像不太有人找我喝酒 除了朋友 魚夫來我就會跟他喝一喝 魚大哥來我會喝一喝 一般的客人 好像不會衝著我們來 而且我覺得 我的朋友來到我店裡面來捧場的 幾乎沒有 是 但比例不到5%吧 可能5%都不到3% 是 在我的營業額 所以基本上對我來講 我覺得不妨礙 不妨礙 不過我是認為 你們在經營這個餐天的那種精神 就好像還是在當作你自己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事業的一部分 我看你很認真在經營 這個尤其是像 我看他真的是非常認真 你看他的 他這一桌子上的東西 全部都是他自己 你這是 這是你 你整個的設計裡面 你就這樣子拍了幾千張照片回來 兩千多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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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我大概從日本到橫濱到 京都到奈良到廣島到 長崎到福岡 差不多我 整個日本 我東北沒有去 全部 全部考察一遍 全部 你要開店之前 考察一遍 直直細細的去考察 所以我拍的照片 你想想想 兩千多張 你要按兩千多次 你都已經很累了 對不對 還要必須要取景找到東西 我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世衛 這個什麼 知己者死 有沒有 你在我店裡面是一個常客 我已經 了無遺憾 就是這樣 但是你的店現在還不錯啦 不過我是說 你的店裡面整個的設計 是你自己把它這些東西 對 融會貫通起來 那你當初要賣什麼菜 你自己都到日本去仔細的看了一遍 對對對 那怎麼做你也看了一遍 我什麼 東西我都會做啊 什麼 舒適啊 我自己都會做 那裡面的這種氣氛的設計 你的員工的訓練 是你自己 你自己學回來一套嗎 對對對 都沒有人教你 沒有 都這樣 我就用問的 用看的 用去了解的 用頭體的這樣 是 所以不容易 所以藝人說起來要蓋一個餐廳 真的是也要費很大的這個力氣 不過我們先休息一會兒以後 我們馬上回來一起來 好 Iban 2200 與付社區電台 一份這種事業能真正來做這樣子的 所以我要請教愛偉 你像你這個鴨胸 就是你自己很得意的一道菜嘛 是吧 我跟你講說你很喜歡吃一道菜 我倒沒有說特別不特別 很得意 對我餐廳裡面某一道菜我特別得意 我覺得 就像剛剛尼哥講的 客人喜歡我店裡面的東西 讓我的師傅 讓我的員工包括我都會很感動 比如說你很喜歡吃這道菜 我覺得很高興 也不見得每個客人喜歡吃這道菜 所以我覺得說客人喜歡是最重要 我倒沒有特別喜歡某一道菜 那你自己在像這種廚房的 我們知道這個開餐廳廚房裡面的 控制非常的重要 對 像你這個廚師的這個廚藝 你自己是怎麼樣的去尋找這些人來做 我想剛剛尼哥 其實我開店之前我也跟你一個一樣 我帶了我兩個廚師 還有我的總經理 包括我 我們一行四個人在去年的五月份到美國的 Luisanna 住了一個月 就是 跑了幾家非常著名的店裡面去 有一個店就是在1996年的時候 得到全美排榜第一名的餐廳 在紐歐利安斯 它的名字叫做Commander Palace 它的一個主廚叫Sharon 我們在那邊學了一個禮拜 然後後來我們又到一個做Cajun Food 也就是我現在做的Luisanna style的這個菜 最有名的一個叫做Papa Dune 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個法國廚師 他開一個叫做Luisanna Kitchen好像 我們在那邊學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們在那個一個叫Platina的餐廳也很有名 也學了一個禮拜 總共我們一共去了三個餐廳 每個餐廳我們都去看了 包括它的食物 包括它的所有的sauce 我們學了很多的東西 我也去學了 那我只是大概的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是一個蠻主觀的一個 一個執行者 因為我覺得說我的廚師如果說他做的菜 如果不能夠說服我的嘴巴的話 絕對沒有辦法說服大多數的人 對 我是個老饕 我絕對是個老饕 對 東西好不好吃 我一吃就知道了 那我店裡面的廚師每次都會 他如果做錯東西的話 我就要改 一定要改到跟原來一模一樣 我覺得做個餐廳最重要的就是說 控管的品質很重要 就是說我今天比方說我一個牛菲利 我規定他我切兩百二十公克 上下五公克或十公克 就是這麼多 不能超過 不能超過 我最後一塊 如果有三百公克 也要把我切了八十公克把它丟掉 也不能拿三百公克給客人吃 對 因為要自視 我不能說客人今天吃個三百公克牛排 因為我們丟得很可惜 他下一次看個兩百二十公克 那怎麼縮水 其實不是我縮水 我是自視的 兩百二十公克就是兩百二十公克 功好就是多少 不能夠多也不能少 像我有一家餐廳我在開的時候就是 我沒有推出一道菜之前 一定要先給我大概吃過好幾次 一定要 我們之前都客人都還沒吃到的時候 我們就自己本身就一直吃 那我我會帶一些朋友去吃 那我那個朋友自己下次會跑去那個 餐廳裡面一翻說 我要吃那個東西怎麼沒有 我說那個不合格 沒有推出 就是我覺得做餐廳很多都在視餐 就像您剛剛講一樣 我們比方說我們前一陣子 我們餐廳推出那個做Semi Buffet 就是半自助式的沙拉吧 那我就會請我所有的客戶 我那天大概做了七十克的東西 我就招待我所有的老客戶 請他們來吃 那天中午就沒有收錢 然後聽他們的意見 是 要是不好的話就沒有了 不好就不 基本上其實他們都會說好 所以你也費了很大的心力在裡面 不過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林敏蘭也是這樣子 你每一道菜也是 我看你每一次拿出來的東西 都是你的私房菜 上次我去的時候 你還拿了一堆私房菜出來 這個 那個到底有沒有在賣的 很多東西都不賣的 這樣講起來我個人有一個看法 樹葉有專攻啊 我們不可以演藝人員來 就是我拿我啦 這個不包括艾瑋 我要今天在你的節目裡面 我不能講假話 我覺得演藝人員開餐廳 基本上說是真的說有成功的 你告訴我成功的例子在哪裡 好像 你有沒有開過 我是有一家餐廳 不過那個時候 後來現在的結果 現在 掛了 本店是 本店很好了 就是分店都是不好 都能掛 所以我覺得說是 藝人開餐廳的好處在於哪裡 他的創意真的很棒 第二點 他的宣傳真的很厲害 今天因為我本人就是一個宣傳體嘛 對 對不對 而且 因為對我的一個 很喜歡他 到他店裡去吃吃看 但是 如果說今天能夠配上一個專業經理人 就是剛才艾瑋講的那些東西 基本上不要一人去真的去學 因為我如果說我餐廳我開得好 我20歲就應該去 去退伍以前就應該去 去到廚房去做 做到現在我一定好嘛 但是我們把不同的 不同的專長的人 把它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不必那麼苦 我只要專門去打宣傳 但是我後面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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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的人有沒有 可以正跟我的宣傳正契合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就去叫做企業了 不過這個專業經理人本 變成是要非常的了解你才可以 那我也要非常了解他 對 就好像編劇了解你 你了解編劇 你們兩個人演出來的東西 才會才會很棒嘛 對他如果他不了解你 他推出來的東西 你不見得有辦法去做宣傳 所以說專業經理人很重要 是這樣子 因為你剛才你問我說 到底 李敏然為什麼要開這樣子 一家日本料理店 我剛才我就說 我想開了就開了 那麼說我想開就開的原因 我是那個時候差不多十幾年前吧 第一次到日本 第一次到日本 那個在新宿那邊 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什麼泡沫經濟 還不跟現在一樣 哇 那個人不得了 那天我記得是禮拜五晚上吧 我們也是到一家店去吃 吃完以後出來我啦張飛啦幾個人 我們去出外景嘛 就看到馬路上那些年輕人 日本那種年輕人 臉喝得紅紅的有沒有 男生女生 在馬路上走路 都有風著 蛤過去那種自信 他對於那種年紀大的人 神敗 他對你很尊重 但是不是說很萎縮 都沒有 就是說充滿的那種自信 就這種勇敢 我可以知道他是 到了下禮拜一定是去迎 迎接他的工作 然後我看到日本人那種感覺 他整個國力啊 是由他每一個人每個人 這樣子出來 哇我覺得這個很棒 然後一回頭一看我們的製作單位 哎呀我的媽呀每一個 看草看兵 我就罵我說你們看到沒有人家的這種 我覺得說他們在 自己在休閒的時候 就是你有這種感覺 休閒的時候我就 好好利用這個休閒的地方 我來增加我自己的一個 明天的工作旺盛的一個 一個全員有沒有 我一直就十幾年來 一直有這個感覺 我說我要哪一天 我也開一家這種 這種店 進來我們這個 能夠很忘情的在那邊enjoy 然後增加你明天 再跟我出去工作的時候 是今天晚上 我有給你一份氣氛 一份力量 那我不是為了 你就是做了很多的服務嗎 我吃日本料理的這個氣氛 跟喝這種 像你那邊比較著重紅酒的氣氛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那邊的氣氛 就會比較屬於這種 Lomantic 就是Lomantic Lomantic 你這邊的 你這邊可能是在 比如說是上司跟下屬 然後一起來的時候 然後大家 像日本人 他們在喝酒的時候 對的 從這個精神 對的 所以我喜歡我那個店的人 是喜歡的不得了 然後 那時候我只有 你哪一款店 啊 看什麼 也有 我那邊兩集 是 因為我這邊 人家不是有那種 擦擦米要挖個洞嗎 我那邊沒有的 你就是完全純粹是 就是走日本式的 完全是日本的傳統的 就是 傷腦筋啊 要跪坐就是要跪坐 對啊 傷腦筋啊 那這邊是日本人啊 不 這邊台灣 台灣都是台灣人啊 你到機場去看 你現在你到我們什麼 松山機場啊 哪邊機場去看 你看有些人在等飛機有沒有 年紀很大 碰 碰到的那種 他只要是 腳放在那個椅子上 跪到那邊 你就知道那些人 他坐在那邊難受嘛 他非得跪了不可 你不可以跪到椅子上 我們這樣 我們中國人講起來 根本 根本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哇 這個就是 實際跟想像的落差有多大 對 所以實際跟想像 像你自己本身在做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的實際後來 到後來你自己在做的時候 你希望當初造成的那種氣氛 後來有沒有差別很大 有 就是說 我當初在我的店裡面 我把所謂的燈光 就你剛剛講是羅麻地鍋嘛 羅麻地鍋 這羅麻地鍋呢 首先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藝人 我覺得一個燈光是造成羅麻地鍋 最好的方式 對 所以當初我做這個燈光 方面發了很多的心思 對 可是後來就是說 發現在晚上OK的時候 白天不OK 白天我覺得我的店很冷 很冷 不夠明亮 因為中午吃飯我覺得就是要亮 對 要很明亮 因為中午來吃飯的時候心情要很 很喜悅的心來吃這個東西 因為大部分中午都是跟同事啊 大家互相來吃飯 沒什麼羅麻地鍋 羅麻地鍋滿奇怪的 也不可能有 後面的光源採進來 所以當初那個設計的時候呢 就是忽略到白天 一直到大概到上個月兩個月前吧 才把整個餐廳的整個燈光 通通把它做好了 把它修正好了 修正好了 是 還有一些菜色方面的 比方說剛開始不打算推出 像我們做的所謂的 我講的Semi Buffet 這種彈珠製作沙拉巴 會覺得說好像跟晚餐 有點脫離 因為我們是做阿拉卡的嘛 是 那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奇怪 做沙拉巴那種東西 覺得好像不是我店格該做的 但是我覺得因為市場的要求 很多客戶的要求 你也只好去妥協了 就像你一個楊蘭木獎燒 他覺得這不射的台灣 低血啊 對 很多事情說當初你設想的跟你做的 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營業了 你那時候做這個店 我營業可以到多少錢 可是說 感像這麼多 感像這麼多 可是最近因為整個經濟的制度 這麼不穩 資安不穩定 然後又整個經濟的這個 資金的流動那麼緩慢 股市雖然前一陣子在發燒啊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錢 還是沒有流動 是 一個經濟結果要好的話 資金一定要流得很快 來來來 吃雞每個行業 掌管掌管 所以也就是說你們兩位 都跑到總統府前面去道歉 就要求道歉 我倒還好 他沒有直接對我有什麼破壞 等一下再說好了 他有沒有到你們店去了 有沒有名人到你們店去了 更有名的 那倒是不少 通都給光了 今天出來通都給光了 這是愛偉的裡面員工的制服 對 這個是你設計嗎 這個logo是我請台灣的一個 這個設計師設計的 HIT 其實HIT 我叫HIT 是因為我希望我的店很HIT 我們大家知道HIT的日文叫HIT HIT HIT就表示很賣出很棒 很怎麼樣 反正都很屌就對了 那我就去叫HIT 叫HIT HIT Cuisine Cuisine是美食嘛 我麻煩在西裏的餐廳 那我其他廚房的很多東西 像我這次去 我的廚房都是 所有的工具 包括我外場的制服 包括我的廚房的器皿 帽子 都是我在美國購買回來的 是 並不是台灣不好 是台灣的價錢太貴 是 美國因為它有大型的工廠 專門做那種 廚房的器皿 或者是制服的供應商 它東西都很平 像我這帽子買一頂 80塊錢 不過現在台灣是比較少找到的 就是 你就是買大量的 對 大量的 比較有特色的 對 不過你跟你員工之間你怎麼樣 我覺得開餐廳的最重要就是 帶人 我覺得就是要誠信 我覺得一個老闆最重要是要以成 來對待你的 那你怎麼做呢 你具體的做法 比方說你剛剛有問我 你說我廚房裡面掛一個留言板是幹嘛 我說我就把我的所有的營業額 包括公司的所有的開銷 我都讓我員工知道 我有賺多少錢 我有賠多少錢 我該怎麼樣做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個店不是我一個人的 店是大家的 我今天我生存了 你才能生存 我不能生存的時候 你可能就換工作了 換工作 我覺得 每一個人一生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我覺得說做雇主的 做員工都要知道 比如我換個事業就是一個風險 我艾瑋今天本來做演戲的 我一定可以賺那麼多錢 我今天去開餐廳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因為我要冒時間的耗損 金錢的風險 同樣員工今天換個老闆 比如說他今天在我店裡上班 他跟我相處得很好 如果我失敗的話 他離開了 他跑到林一哥那邊去上班 他也是一個風險 因為他人事合不合 各方面合不合 都是一種冒險 所以說我覺得 要讓我的員工跟我能夠成為一體 所以你跟我講的看板 就是告訴他 我每天做多少生意 我每個月的開銷多大 我要讓我員工都知道 我的人事成本太高了 今天如果要喀當一個人 或喀當兩個人 或者怎麼樣 我相信我的主管會體諒我 因為他知道我的人事成本 參加我的這種營業 是占那麼大的比例 我叫他喀當他是應該的 我的食物成本太高了 我會告訴我主廚 為什麼會那麼高 是不是你平常亂丟東西 是不是你在食物的保管 沒有保管好 你有沒有常常去幫我 清理我的冰箱 你有沒有把那個 該用的東西先用掉 不該用的東西放到後面用 他會慢慢去了解 他會去關心這個店 所以他會跟你成為一體 對 不過通常成為一體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不過做了這個 我們很多員工的 待了這個八九年以後的 糟糕了 這個 年終獎金 對 年終獎金 薪水都非常高 不過你想說 讓他入股也不是辦法 對 因為餐廳畢竟非常的小 不過你是怎麼樣 我看你的員工氣氛跟你也非常好 跟我很好朋友 對 我才開這幾個月而已 當然講不上什麼八九年了 什麼 不過 剛才艾薇講的這個是 在理想情況之下 可能說是員工跟你一體 大家一起共同創造利潤 人不是這麼簡單 我就跟你講 非常多的問題 你把看板放在那邊 你說你的這個營業額 到底是多少 你說每一張都是經過發票 那你當然不賺錢 這是第一點 你知道嗎 沒有逃稅 不是 節稅 我們不要講說逃稅 節稅 沒有節稅 好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知道廚房人有廚房人的想法 你一定規定在營業的時候 廚房的人 絕對不能出來 對不對 那個樣子 氣質什麼什麼都不一樣 對 好了 那廚房的人會覺得他是全世界最辛苦的 外廠覺得他自己全世界最辛苦 對 你老闆也覺得你全世界最辛苦 你把你的營業額真的拿出來了 營業額低了 哇 這間店要出來了 趕快要去 要去找頭 生意好了 你們有 這全部你們北的光路 你們現在好 好了 那你這是沒有多 沒有沒有 我的員工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開了快一年了 我先講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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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以前太太太 也有這種狀況 也有這種狀況 因為我以前太太太有 有開過店 他在你生意最好的時候 六點鐘 全部廚房的人跑到櫃台 今天我們準備要收到 不是 不是 這個叫做術語 叫做棒鍋 棒鍋 叫做棒鍋 人有一百種方法 有一千種方法 我們藝人往往會在 就是選那個最理想的 就是最那個白雪公主的 有沒有 最美的那個 人都應該很好啊 不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要用 要有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設計 基本上你開餐廳 你知道會棒鍋 開電視公司 你知道它會停電的 你知道 一定要有最壞的打算 因為我這個 這個我就特別 所以你 你既然這麼樣的打算 你自己 你自己怎麼樣來把 因為我的電時間 不是很長 但是基本上你說那個看板 我把那個營業額 把它往上寫 我打死都不寫 虧的時候我賠 賺的時候我拿回去 你當這個工作人員的 你當你應該有了這份薪水 我告訴你你的福利是多少 你會怎樣怎樣 到達怎樣怎樣 你會怎樣怎樣 我的情況 我 你們白自己有錢 你有錢 你會的就好 我這個這個 當然也是我的看法而已 那 艾瑋好像是 若有所悟 沒有沒有 我還是做我的方法 因為我做到現在為止 我的員工跟我的感情 非常的密切 那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每一個人處理方法不一樣 我說你剛才跟我講 說我的廚房說他今天 我賺錢呢 他讓我來這個 玩這個手腕 我這個氣魄我跟我員工講 我可以停工一年一個月 因為我的關係非常好 我要找任何的廚師 我隨時隨時都可以找到 他們都應該相信我 我可以找這麼好的廚師 我還可以找比你更好的廚師 我跟他有這種觀念 我可以關門一個月 我跟他們講話 我可以關門一個月 不要跟我講什麼 這個沒有辦法 不能妥協 做老闆的事情 絕對不能跟員工妥協 絕對不可以 這是林哥我跟你講 絕對不可以 跟你的屬下妥協 絕對不可以 基本上我也是沒有碰到 這種事情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事情就是說 我們當演藝人員的 往往會把事情想得很 不可能 很美麗 我做聲音說這麼久 不會這樣子說 很理想化 你碰到人家來對你的時候 你心中一定 後來我才知道 我們有很多的假設狀況 現在要先把它 先設定好 希望這些狀況 統統不要發生 那麼在不要發生的情況之下 你如何來cover 是用這個 我並沒有否定你 你不要生氣 不是 我沒有生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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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人 不過你假的那個棒鍋 現在是廟公叫 別人開 不過我們這個開餐廳 我們知道這個前三個月 非常的這個重要 像如果是有一些人 像比如說 像你自己在開這個餐廳的時候 有一些人如果會來 你覺得他是一種真正的會吃的人 或是他真正的懂得欣賞的人會來 你就覺得你的店應該會開得起來 如果萬一這些人不來 這個時候 就是說你自己發現說情勢有變化 是不是很斷然的採取什麼措施 比如說整個總... 整個全部的重新的這個整修 或是有... 乾脆就把它給關閉會不會這樣 會 那你自己現在目前的做法呢 我現在目前正在整修 我不是跟你講 我那個木槳燒把它換掉 因為他... 他後來發現什麼 投資報酬率不對嘛 這個單位的評數 對啊 你一個座位 你應該說是賣兩千塊 我現在那個一個座位賣五百塊 你說你越做多我越虧 你不傷腦筋了 可是這個是我原來的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好... 一個理想 好棒的一個東西 可是現在有一點 現在的電視公司就這樣 你... 比如說你問電視公司老闆 你一檔連續劇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是不是馬上當機立斷 會把它停掉 馬上換另外一檔劇 他回答的是什麼 有人把頻道就乾脆停掉了 對啊 對啊 連頻道都要停 原來在... 怎麼繼續說 對啊 在現在... 這是哪壺不是在哪壺 在目前這個... 這個這樣子的社會上面 當機立斷是非常重要 就是看情況 但是就是說 你當機立斷 你當然要負擔你前面 你... 你自己... 為什麼你會設... 設計成這樣 但是懸崖勒馬它也是一種... 叫做怎麼講 也是一種魄力 嗯... 這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情況不對的時候 你自己還是應該要把它整個都改過來 我就在低血 我那個魯巴達亞基 真的像... 他真的很喜歡 你知道嗎 每一次就都搶到那邊去做有沒有 我們那邊去請客就做麥拉 嘿嘿... 拍謝啦 請願躲到後面 我那個... 光那樣子 我花了好幾百萬去做那樣一個東西 我現在要把它改掉 所以像... 像我自己在開... 那時候有發現就是... 比如說這個店一開 本來不是用我的名字 然後不是用我的名字 發現生意不好 馬上用我的名字 嗯... 用了以後發現又不好 馬上關閉 哈哈... 就覺得已經沒得救了 哈哈... 沒有... 我開... 現在我了解了 我雖然才幾個月 台灣你開餐飲業 你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一直知道 結婚是忘記是什麼時候 做這個... 這個... 做壽是什麼時候 尾牙是什麼時候 謝思燕是什麼時候 母親節是什麼時候 好了 你說今天... 這種休閒店啊 你那邊算休閒店嘛 我這邊也算休閒店 對啊 謝思燕 謝... 謝... 七點八十五年 尾牙... 尾牙... 尾七點八十五年 有沒有... 人家說我真喜歡到你這邊尾...尾牙來 但是我的尾牙... 兩百... 兩百桌啊 對... 你... 你跟你是... 我說我兩百人都... 都... 這個我深奔感受... 深奔感受... 這是台灣... 就是說大家的這種生活品質... 我一直講漁夫是因為他在我那邊... 真是... 真是跟國王一樣 就是說能夠說是... 好像... 就是說能夠來... enjoy的那個... 不多... 他情願把錢... 花到... 有沒有... 把錢... 花到那個大西地也... 不行... 會不會是把... 會不會是把... 你剛剛講的那種客人... 是把... 吃當作是一種... 他的應酬的一個方式... 是增加他自己本身的資源... 他是很正式的... 他不是那種休閒的方式... 台灣休閒的不多嘛... 其實... 真的是... 真的人口不多... 我就自己開了店... 我就知道了... 我真的為他精心設計的... 那樣子的東西... 比方說... 今天... 吃東西... 我們不要講說... Business的吃東西... 我的手藝啊... 你到我家來吃一趟... 你臨時... 你臨時來... 我冰箱可能沒有什麼東西... 你現在就去啊... 我可以啊... 我... 我可以就在冰箱裡面... 這邊東西... 加那邊東西... 加那邊東西... OK... 我說你等... 等十分鐘... iPhone 2200一副社區電台... 你知道嗎... 台灣整個很... 它整個認識社會性... 除了... 斷水斷電... 現在跟我要... 借餐廳... 你借我兩瓶... 借我用一個禮拜... 我錢...我照... 不是... 因為他今天就逛了... 來... 不過這樣子... 開了這麼久了... 像你... 像你... 你自己這樣感受就是... 開餐廳... 你一人開餐廳... 你從以前到現在... 你自己開了這一家餐廳... 事實上也是有... 你現在開始... 整個把你那個... 最喜愛的那個部分... 給弄掉了... 那你自己不覺得... 很傷心嗎... 我幹演藝界... 幹了三十年... 我紅起來的節目也很多... 對... 垮掉的節目也不少... 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時候... 雞先生... 這是轟動一時... 對啊... 所以說我說... 如果說今天... 用平常心來做... 今天做的時候... 正好今天... 上你的節目... 我不是剛剛一直埋怨你... 你在我最興奮的時候... 你不... 你不找我了... 上節目... 你今天找我... 在最低落的時候... 來... 但是... 最低落的時候... 倒是可以談出... 很多的經驗談...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我說... 我個人... 所呼籲的... 每個人要做他自己... 專長的事情... 做他自己的... 對... 而且... 他要做他很快樂的事情... 你叫吳玄山去開餐廳... 有沒有... 那不叫他去... 乾脆叫他去... 再去... 再去... 再去非洲好了... 這是... 是... 我是... 我是這樣講吧... 剛才... 剛才我就接到一個電話... 嗯... 我隔壁的餐廳... 被公務局斷水斷電... 你想... 你正在整修... 那個整修的地方... 是哪裡... 我是整修地方自在... 那你這樣子好吧... 你現在餐廳借我... 開一個禮拜... 我那個... 閃座就忘了... 根本不是在... 今天不是在做一個... Business嘛... 嗯... 我是日本料理店... 它是江浙菜... 他也可以來... 閃座... 閃座... 為什麼可以過來... 我是覺得... 跟你我現在... 這麼高class... 大家都在談... 我們談... 好像在建你的店去... 去營業一下... 因為... 客人... 他那邊斷水斷電嘛... 他廚房可以用嘛... 不是... 我那邊有桌子啊... 也有椅子啊... 也有冷氣啊... 有啊... 通通都有啊... 你有他沒有啦... 他斷水斷電... 他沒冷氣了嘛... 不過... 不過... 還有一個重點... 像台灣人... 現在出現這種... 所謂的... 複合式的這種餐飲... 所以像... 像你的餐廳... 你本來是設計晚上的嘛... 就... 還是要... 白天還是要賣嘛... 是不是這樣... 我想最主要就是因為... 台北的房租啊... 把那個... 經營者壓得喘不過氣了... 他要是白天不做... 他會... 拿他演戲的錢去貼... 演戲是義工就對了... 真的房租很貴... 所以... 很多地方... 元素他們的地方... 也是很多複合式的地方... 他白天他是做服裝店... 他晚上爆他的裝備很棒... 一弄變個Pub... 他所有的服裝... hang...什麼東西都... 收藏起來了... 然後他其他的東西... 就從一個小商戶都搬出來了... 他晚上那就是一個... 喝酒的地方... 所以說我就是一直呼籲啊... 我就是個人有一個感覺... 呼籲這個黃東不要... 不是... 生意好的事就把租金提高... 呼籲什麼... 叫做這個... 專業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 真的... 你再放個幻象兩千... 你進來... 六百架放到裡面... 飛行員只有三個... 有沒有... 照樣... 你照樣沒有用... 因為做餐廳... 我們剛才講的... 講真話... 艾瑋我真的非常佩服他... 你也非常佩服我... 是啊... 我真的也佩服這個布景... 這個布景... 記得... 做生意它四個字... 虎腳難纏... 再加四個字... 叫沒完沒了... 有沒有... 他就是一直在那邊... 狗狗狗狗的... 一直就是... 只要不死... 你連杯都可以活得下去... 一定要有這種精神... 你要找到機會... 我就要再起來就對了... 嗯... 不過這個... 像艾瑋你自己這樣子... 經營了這麼久的這樣子... 你經營了這家餐廳以後... 你不會發現就是說... 有沒有必要這樣子... 我現在... 我的感覺... 我現在的感覺是說... 我覺得艾瑋在那邊不錯... 我就去艾瑋那邊... 我覺得這個... 林秉蘭在那邊不錯... 我就去那邊... 我乾脆不要做了... 因為我覺得... 有點疲了... 可是就是說... 做跟不做的差別是什麼... 不做... 你來我這邊... 你只能來吃啊... 你不能去... 去執行啊... 因為有時候執行也是這種快樂... 肯定自己也是這種快樂... 嗯... 對不對... 比方我今天做這個餐廳... 我成功的... 等於是... 我對我自我這種肯定嘛... 我覺得事業就是這樣子... 但失敗也不必須太傲囊... 主要是想一下... 為什麼我這次失敗... 主觀的失敗原因是什麼... 客觀的失敗原因是什麼... 是房租還是... 選擇的產品不對... 還是說選擇地點不對... 還是說人事上面不對... 把它慢慢想出來... 下一次再站起來... 就像你講... 下一次你還會再去做... 一定會... 我有一些像... 有些餐廳我們本來開的... 如果是... 關掉了以後... 我還是心裡面很不甘心... 就是... 真的還想要做一次... 不過這個是人的自我追求... 不過我看你... 你光是你自己去的這些店... 你就... 你... 你只要不要開你自己... 就可以enjoy你這樣... 不是這樣嗎... 這個話... 應該這樣講... 就說... 跟你訪問很好玩... 我覺得... 政治人物碰到你... 比較可怕一點... 沒有... 我對這個專業人士... 都是比較尊重... 政治人物我是會比較... 瞧不起他們... 老實講一下... 因為我一直... 蠻喜歡看你節目是... 我喜歡看你那種... 那種... 似笑非笑有沒有... 他講... 他講的話... 這個人... 光勉堂皇講一大話... 懷疑點的時候... 然後呢... 其實觀眾已經在那邊罵了... 在電視鏡頭... 他講一種狗話... 可是呢... 那個... 往往那個主持人還... 一本陣心還... 還... 哦... 那您是這樣子... 確實是受到大家... 尊重... 他沒有... 幹嘛您... 你是這樣嗎... 嗯... 我們不談這個問題... 他談... 本來是上他節目... 我滿害怕... 對...那我講他也來這樣... 哦...是這樣嗎... 今天他沒有... 我們今天好像真的在聊天一樣... 對啊...我真的要了解你... 就是你乾脆自己就是... 你一直要... enjoy你自己的那些東西... 你為什麼不乾脆就這樣子... 不要再做了... 太辛苦了啊... 但是台灣太多人... 是太不專業... 還有人會跟你借... 借裝修中的餐廳來經營... 這是現在發生的事... 我剛剛嗶嗶口一過去... 你咪啦... 我那邊被斷水斷電啊... 借你餐廳用一下... 你剛在那個馬路... 你說那個馬路... 你就擺著做了... 我的那個節目... 我還回去... 你要借他用嗎... 不用擺... 好玩嘛... 因為... 怎麼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你說... 你說今天是不是... 我們剛才不是... 剛才在那個... 那邊嘛... 聊著大家... 哇...好美啊... 我整邊這樣... 真的不如去吃... 比較好... 這個理想落差... 非常大... 不會這樣嗎... 不會這樣嗎... 啊... 理想的落差... 不會很大嗎... 就是這樣... 你交過女朋友沒有... 嗯... 對不對... 理想跟落差也是差... 也... 也...也...也差很多... 是... 這個不是... 娶太太嗎... 應該問娶太太... 不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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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什麼... 娶太太的那是... ending的嘛... 法... 法令上... 她可以... 可以告訴你... 只有這個一個太太... 我們講... 交女朋友講起來... 真的有些時候... 哎... 追這個女生有沒有... 好... 追上以後發現... 她不是這麼回事... 想要脫身... 又脫身不了... 那個時候有沒有... 我問你... 終於離開了... 你是不是說... 我下次還是把她追回來... 我砸死我... 我都不要了... 但是你下次還是要去追女人啊... 我不是... 你追同樣的一個... 因為我是男人... 那非得要追女人... 對啊... 所以剛剛講的沒有錯啊... 今天就是... 追求自己說是... 對於哪一個東西... 我現在我個人的一個心態... 嗯... 我要追求... 我專長的... 嗯... 我... 所以說... 我現在我的餐廳... 我交給一個... 現在我心裡找了一個總... 總經理... 總經理... 他是真正是... 做餐廳出心的... 啊... 我... 是個女生啦... 我... 因為她的生活習慣就是... 早上九點鐘來開門... 晚上十點鐘他關門... 回家... 最多打個麻將... 有沒有... 跟老公睡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 又來開門... 一直三八六十五天這樣... 一直五... 要那個人才能做... 我... 情願我要當個... 好好的演藝人員... 嗯... 因為我演藝人員... 我會把我的東西... 把... 上帝給我的東西... 我會演給老... 演給觀眾看的... 所以這個是... 你自己就走你自己專業的... 那就會... 就會快樂起來了... 我是他的影迷啊... 好了... 我那天我問他... 我說那個張婷喔... 演那個... 來追你那個喔... 他是高中生好像... 那個年紀不太對... 你在他... 他在旁邊幹嘛... 他說旁邊在化妝有沒有... 因為他就想下一部戲去了... 那部戲早就錄完了... 他根本沒理我... 可是我還是他的影迷... 你知道嗎... 你還停留在他... 對... 因為我已經錄完很久了... 他...他那個戲... 已經很早以前就錄完了嘛... 對... 我說... 因為我還是站著觀眾... 所以說我覺得... 我們當演藝人員的人... 好好演戲... 好好演戲... 因為這幾年講起來... 我... 不是... 中華民國... 他... 也是散民主義嗎... 後來發現散民主義... 到最後... 人家還是把我當藝人看... 你怎麼散民主義... 是聽到的事情嗎... 七千千喔... 完了... 我們... 為了國家... 兩... 這是兩千一百三十萬人... 我們一定要... 為了這個... 這塊土地... 怎樣怎樣... 七星師... 一定要貢獻... 啊...七千千喔... 人都沒有這樣搞笑... 那... 那艾維啦... 其實我老實講... 我們... 我覺得藝人開餐廳... 不見得會給他... 帶來很多好處... 老實講有時候是... 開開了沒... 好戲了沒什麼... 所以... 我很贊成尼哥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數月有專攻... 文道有先後... 那今天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 以我個人來講...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講... 我只是出一個concept... 一個概念... 一個東西出來... 執行向我店裡你也常來... 我有總經理... 我有兩個經理... 我還有領班... 我廚房有那麼多的人... 都是... 我有... 我有企劃人員... 我都有... 我設計師什麼... 都是一個group... 在那邊做的... 我整個team... 就是這樣的一個team... 我只是出一個concept... 那... maybe就是我的總經理... 他也會提出一個概念給我... 我要做什麼... 比如說我下個天... 跟各位講... 我要準備開泰國餐廳... 我要做泰式的菜... 那就是這樣子... 大家... 群色群力做完... 我只是負責在檯面上的人... 我只是檯面上的... 其實檯面下會有好多人... 那檯面下是幫我執行事情的... 我只是檯面上的... 我是負責宣傳... 負責就像你講的... 我不要去管店... 我管你幹嘛... 有不同的管理... 我也沒有那個時間去管廚房... 管什麼... 管財務... 我沒有這個時間... 我當然交給專業的會計... 專業管理人員... 專業的廚房... 專業的吧台... 專業的設計師... 他們來幫我弄... 是這樣子... 我覺得... 您可以講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有專攻... 一定要這樣子... 像我自己本身... 像我其他的這個店... 其實也是掛在我的名字... 那... 整個的經營... 還是靠我弟弟... 對對對... 你還不是每天... 沒有在... 每天在那家店吃吧... 有... 我偶爾去給人家看一下... 說我在這邊吃... 在這裡... 你還是沒說要跑到... 愛偉店裡面... 要跑到你店裡面去吃... 不是... 人總要為自己而活嘛... 對不對... 可憐啦... 你知道... 我半年來吃日本料理... 把我吃啪啦... 你知道... 就像我今天... 我的朋友來也是一樣... 我說皇帝吃... 泡魚魚翅啊... 天天吃啊... 也吃你了... 第二天還是吃一個... 養生麵... 換口味... 不能天天自己店吃東西... 有人吃鮑魚... 是吃得滿頭包啦... 我怎麼用提拓啊... 那不知道幾頭包... 然後吃得滿頭包... 來... 請兩位等一下... 幫我們簽個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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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簽名大會... はい... 謝謝 gelir... 今天到妳餐廳... 謝謝... 新年做一個印象 worked... 請妳說什麼午飯...